四伏意思源于古希腊语中的奴隶 它的含义是服从并且辛勤的工作 我们可以将四伏电机理解为绝对服从控制信号指挥的电机 控制信号发出之前转子静止不动 控制信号发出之时转子立即转动 控制信号消失转子立即停转 由于这种绝对服从的特性因此呢 它被叫做四伏电机 那这种特性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在外力的作用下 我们强制性的使其的惯性为零 四伏电机为何如此精确 那四伏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一样的 都是靠这个脉冲来进行定位的 它接收到一个脉冲就转动一次对应的角度 而四伏电机的精度主要是由这个电机轴后端的旋转编码器来保证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带17位编码器的电机驱动器每接收131072个脉冲 这个电机才能够转一圈 也就是它走一下仅仅能够移动0.0027度 那它的精度就是布局较为1.8度的步进电机的655倍 所以说四伏电机的精度是步进电机无法比拟的 同时四伏电机是这个闭环系统 它可以去对比发出和接冲的这个脉冲的数值来进行一个校验 以确认数据的准确性进而精确的控制电机 四伏电机、四伏驱动器、PLC三者之间的接线方法 使用的设备分别是 松下A5四伏驱动器、西门子SC200Smart系列PLC、四伏电机加四杆滑台 首先我们要来接四伏驱动器的电源 插线的时候注意方向另一头接电源 之后我们再来接四伏编码器的线 把四伏电机的编码器和驱动器连接 再下一根是四伏电机的电源线 我们要把它和驱动器连起来 再把地线拧到螺丝里面 这条线是IO连接线 把连接线插入IO的连接口 然后使用螺丝刀拧紧 把IO接线引出到接线端子方便接线 接下来是PLC与四伏驱动的接线 四伏ON的信号29号端子与PLC的Q0.4连接 连充信号1号端子与PLC的Q0.0连接 方向信号2号端子与PLC的Q0.2连接 写入一段程序简单检测 OK完成 步进电机和四伏电机的区别 一两者有很重要的区别就是 四伏电机的反馈精度和运行精度 是比步进电机高的 就运行精度来说 比如四伏电机可以发800万个连充 在一段距离内 它的单位精度就会非常的高 第二点虽然四伏电机的精度高 但是在低速低频率下 步进电机更为稳定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步进电机 它的固定的力是更大的 第三点就是步进电机的价格更便宜一些 总结一句话就是 高精度操作用四伏 低频率稳定永不进 请点个小信心支持一下本视频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